我們認識了什麼叫Series to Parallel Circuit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一些練習 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明白 首先看看哪一道是Largest Current 但實際上其實是Series 你分到第一樣東西 InSeries 所有地方的Current是一樣的 The same current flows through the bulb 所以沒有分哪個最大哪個最小 之後是一個Same Circuit來的 做這些圖第一時間的要點是什麼技巧 是將它提供的資料全部寫上去 所以我會將這個資料馬上寫上去 方便我去看 然後再分它是一個Series Circuit 所以周圍的Currents應該是5A一模一樣 至於到第三條 我們知道這次都是了 我將資訊全部寫上去 這一個原來都是一個Series Circuit 電池、燈泡和Resistor之間關係是Series 所以電池會是最大的 然後等於八幅加上四幅 我便選一條數出來 電池又是最大的 等於這一個加這一個 如果這次兩個數目是Identical 即是一樣的話 它們兩個的Voltage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Vtotal等於V1加V2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這次是10V的話 這就是5V加5V 另外我們又去賣命的一些練習 譬如好像這一條是這樣的 這次我們先把資訊碼分上去 沒有什麼資訊碼 然後看了 就是有些東西特別 它們每一條都是有一個resistor在 而它們的數值是不相同的 而這次看到頭尾頭尾頭尾那麼薄 所以這次是一個parallel circuit來的 它們是會有不同的current流過 因為它們有不同的resistance 按照道理 resistance越大 那current就會越小了 所以經過reset的current應該是最小的 然後中間的應該是經過y的current 而經過x的current 應該是三個裡面最大 而這三個current加起來 是會等於main 總共由self-punch出來的current 所以看看是否正確的東西 那第一句 我們看回Z has the brightest than x and y 那應該是錯的 因為它的current應該是最小 所以應該是dimmest 最暗的 那第二句 the current passing flip up x is larger than y 那這個合理 因為它的resistance比較小 而你三個因為 然後第三句 if x is broken y and z not change 那真的是 因為它的parallel circuit parallel circuit的特色就是 大家各不相干 那既然是各不相干的情況下 x 坏了 繼續是complete circuit 繼續是complete circuit 都可以繼續運作的 那所以三是正確的 然後去到第四句 它就說x和c交換了位置 那其實對於p來說是射了current 那不會 因為x和c本身就是一模一樣的 那交換都發揮 就算它連接抵抗器一齊交換位置也好 其實都對它來說沒有影響 然後去到後面這一條 你見到今天是複雜一點 這次你會見到 如果說這一節 跟下面那些兩層 就真的有一個parallel的關係 如果X和Y的話 它是兩個系列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看 XY是in series XY和Z相比就是in parallel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看哪一句是對的 第一句是 the reading of A3 is equal to the sum 當然是 這兩支分支 加上當然是A3就最大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然後C the reading of A1 is smaller than A2 若果這三個是一樣大小的時候 我們見到一樣的燈泡的時候 這裏應該自然少些current 因為電阻比較大 所以這一句也是正確的 至於D If Bup Z is burnt out 這個跟著會go out 當然不會 它們兩個有故屈相干的 所以D 是一個不正確的選項 而這次題目正正選擇incorrect 好 然後再看下面一樣的做法 我將所有的資訊 下面給了你的 全部寫上去 然後再分它的parallel 還是series 然後再看看current 和voltage之間的關係 這次我們看到這個是3A 亦都跟你說了A2又是2A 所以知道這兩個資訊的情況下 就知道這兩個其實是一個series的關係 所以它應該一樣 原來到這裏有分支了 有分支2A 到了這裏剩下1A 就去了下面 而去到B B B這題也是 我們看到這兩組 其實是一個parallel的關係 都是 如果是10A出到來的時候 如果兩個完全一樣 應該分到一人一半的 電流 然後看到這個 不要看一些計 這些計是搞到我們擾亂視庭 好像很複雜這樣 我們看到這次這個real stat 可變電座 和bup 是一個parallel的關係 所以它們的voltage 應該要是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看到亂花的時候 你不要看一些meter 不論ameter還是分meter 當成一條直線 當它沒有導線分meter 的話 ameter就是當它不在這裏就可以了 好 然後去到這裏 我們就混合 series 和circuit parallel一起考 A和B 其實是一個 in series的關係 C和DE 是一個parallel的關係 D和E之間 是一個 series 的關係 有點複雜 好 第一個 如果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電燈 拋了一模一樣的電池 的話 None of the buff nice up 的確 這個open switch 的情況 open circuit 沒有電過 所以A和B都不會開 看看這個 C都是open switch open circuit 所以C都不會開 但D和E 不是 原來是closed circuit 所以D和E 應該會開燈的 所以這句錯 第二句 Bub A和B 會有同樣的光度 A和B 它們是series circuit 經過相同的電流 自然它們有相同的光度 第三句 to current for input A is larger than B 錯了 剛才說相同光度 因為是相同電流 因為它們是in series的關係 4 Circuit Y the size of current is the same everywhere when switch is close 那看這句 都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見到 這裡分析下去 其實我們就見到 一次起碼 去到C和D和E的時候 這裡是一定兩個 加起來才等於最大的I 所以不是到處一樣的 應該到處都不同的 那第五 D和E 是brighter than C 那按道理就不會的 因為這裡多個燈泡 所以電阻大一點 所以這裡按道理就會少一點 電流流過的 好 然後再來 去到6 那裡 In circuit wide Switch closed Closed Closed了的時候 Voltage across C 和Battery是一樣的 因為它們本身 這三個是parallel的關係 所以是對的 好 第二條 那第二條 全部都是這樣 不用看它的 其實簡單的看法 都是一條串小生命的關係 所以 Series Circuit Same Current 所以有一樣的光強度 那第三條 這個可變電阻 我們去主動改變它的resistance 那要改變了這個 明律的resistance 的時候 我們發現 整個current 都會跟著改變 既然跟著改變 所有的brightness 都會跟著改變 第四題 今次就說到兩個燈泡 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一個in series的關係 有相同的current 所以應該是相同的brightness 所以這樣選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第一句是錯的 因為它說不同current 第二句都是對的 因為它們相同current 相同brightness 第三句就錯了 因爲 其實它說一個dump part 是認識了 第二個應該跟著認識的 因爲 在series上是同心共死的關係 好 第五條 看上去比較複雜少少 我們不要理會那麼多 把所有的資訊 marked 到圖上 就會見到這裏 我連著beta 這些資訊也寫上去 所以見到 這裡有很多的sales 第一次見這樣的樣子 出來 是有最大3.6的電流 經過A4的時候 這裏 都繼續是3.6 因爲是一個series來的 這裏有三個分支 上面我們見到 這裏拿了1.2 這裏不知幾多 這裏都不知幾多 但是指貿知道 1.2 再加上A2 再加上A3 應該就會等於3.6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出 一條很簡單的數學題 3.6等於1.2 加A2加A3 如果現在題目跟我們講了 以至於R2比R3大 R2大一點 R2大一點 按照你的電流 就應該小一點 R3的電流 就應該多一點 所以A2和A3去計算的時候 它兩個加起來 其實一定是等於2.4的 我們就知道 一個是會大一點 A3是大一點 A2是小一點 爲什麽我就知道 因爲它叫我們選擇 不需要我們計算 現在我們不懂得計算 所以我們選 在這個數值裏面 我就會選到 其實下路應該是1.6A 上路應該是1.8A 加起來就等於2.4A 好 爲什麽呢 我們不需要怎麼寫 聽得明白就可以了 D 如果這次我們用一個 較高的resistance 的bub的話 對於整個A3的reading 會怎樣呢 The reading of A1 Want to A2 reduced a half of original values 那你見到 全部A1 A2 A3的數值都會小了 那A1 A2 A3的數值都小了的時候 他們加起來 才等於A4 所以A4 就跟著小了一半 所以這次的數值 只剩下原本一半 3.6除2 1.8A 有關這裏的練習 就是這裏 我們最喜歡的 A4 A4 A2 A4 A4